接下來我會使用場景的assets來製作另外一張場景概念圖 大家可能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我好像已經佈置了一個新的場景 但是我所做的事情完全也就是延續著 我們對Cloud Blurium大師的作品分析跟應用的過程 這種線性透視的遞進效果 當然還有左右對稱 然後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有點像是 譬如說我把這個人移動到了這裡 它好像上傳了 可能要跟康拉皮卡一起揚反出發了 差不多是這樣 我做的事情其實也就是讓我們的構圖變成成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比較明顯的 也就是中間的這個哥特的圓拱 當然它其實是尖拱 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選擇一些很棒的掃描的 所謂的模型的時候 我有算是稍微避免一些風格差異太巨大 這些模型大致上都還是來自於一個相對而言有定的相似性 就是像是 就是哥特風的這種尖拱造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比較明顯的一個例子 也就是我讓它這裡 2、1、2、3 也就是重複了三次 然後這是我們最開始的那個修道院 那你可能會問好好的修道院 怎麼會被我魔改的像一座城堡一樣 其實我也就是把中間的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把它往上延伸 然後當然還要往下延伸 然後大家可以發現有一些拉伸 所以我就用這些磚塊補上了一些面 變成大家現在所看到的這樣子 其實變得有點像凱爾莫涵的感覺 那我是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那我想我們可以把一些廢墟的 我們前面前一個張圖使用這些城堡 也拿來看參考看看 然後我想我們可以把這些城堡的顏色 改得更亮一點 就是我們可以在貼圖的這個地方 用Photoshop直接來做一些修改 是可以的 像是這樣 然後保存 我們來重新reloading reloading一下畫面 看看效果怎麼樣 好像沒有少變喔 來確認一下 我們去我們的shading 在這個texture image這裡 重新 ok this one 再來重新加載吃看看 好像還是沒有什麼變 是因為我修改顏色的幅度不太對嗎 還是說其實應該要改的是這一張 好看 這個才是影響到我們的利面 你 当然其实我其实也可以用在blender里面 用某些color grading的节点去做修改 不过我还没学起来 改天再说 好我们现在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酷炫的一个 城堡 我在想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继续强化我在前面所提到的这种 层层递进的效果 也就是 把这座高塔给不断的推远 来看看效果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有这些乐高的像乐高一样的模型就可以不断的去拼凑 不断的去看不一样的组合方式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做一个parenting 去到后面去 再做一个 其实这有点像某种泰坦城堡一样的感觉 在 把它移过来 或许在编辑的过程中 可以 我会做的 这个时候 其实我完全就已经在 试着去 寻找一些有趣的组合 的规律 然后 基本上就真的就只是在堆积木 然后 呀 我会继续堆下去 那其实我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一样在继续强化线性构式 以及一直把东西 往左往右移 但当然我还往上往下移 所以 这其实是稍微 比较 我们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东西 因为 在移动的过程中 其实是有可能会不小心 破坏掉一些规律 那 呃 呀 我应该就是 会继续这样做这些动作来 试着创造出很多 有意思的组合 一起Mirror-X 一起joins 一起Mirror-Local-Z 这是有趣的概念 不过我们下一次再玩 Local-Y Mirror-Local-X Mirror-Local-X GY Mirror-Local-X Ted Mirro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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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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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 這是在最遠處最遠處的地方 再次回予告 像這樣有了很多的趨勢,或許我們就可以來做一些整理 讓大的東西更集中靠近之類的 呀 我想差不多應該就是這樣子 OK,see you next chapter